材料包里有三扎绳子 我们先拿出这两扎绳子 这一扎放在一边备用 打开这扎绳子 打开后里面有四根等长的绳子 两根蓝色两根金色 我们把它均等对折 对折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中间部分 这头对齐 然后拉过来这面就是中间部分 我们捏住这个位置 这样对折的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再拿出这扎金色的细绳子把它打开 捏住开头十厘米左右的这个长度 折弯一下看一下 折弯之后这头是短的 这头是连接长线的这个部分 捏住这个折弯的这个部分 大概有三厘米左右 也就是捏住的这个位置 拿起我们刚才 折弯好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线 然后把它放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放上好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一根短线 折弯的这个十厘米的这个短线 还有一根长线 我们把这个长线这样横过来 这样捏住 需要开始旋转了 需要绕线的这根长绳子 我这边固定一下 我这边是固定在一个收纳盒上 大家可以固定在桌子上 或者是书柜上都可以 开始绕线 这样一点点旋转就可以 每推一小段 然后我们这样往回这样撸一撸 然后继续旋转 放一下绳子 看一下 每旋转一段 我们这样往回撸一下 把它按压得紧密一些 继续旋转 往回撸一下 往回撸一下 这一段我们编到两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捏好这个位置 减去多余的线 开头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可能稍微有一些拧 把它反旋转过来 就是一个这样的折弯圈 把这根绳子 穿到这个折弯圈里穿进来 穿起来后拉到下面看一下 捏住然后拉拽 这一侧的这根绳子 收紧这个折弯圈 慢慢收紧 把开头的这个位置 把开头的这个位置拉进这个绕线里 这样就好了 开始剪线头 剪的时候留一点小线头 我们一会烧一下 迅速的用火靠近 然后按压 靠近按压 这段绕线就完成了 我们这样压一下 把它对弯 之后用夹子固定到一个物体上 这样固定住 把线分好 金色线 两侧分好各两根 蓝色的线两侧各两根 把这个金色的线和蓝色的线 这样交叉一下 交叉之后 左边就是四根蓝色的绳子 右边金色的绳子 我们开始编八股变 右侧最边上挑出一根金色的 从后面过来 后面过来 然后越过 左边这个蓝色绳子两组之间 在这个中间 再拉回来 这样稍微这样拽一下啊 然后 左边再挑出最边上的一根 从后面过来 越过对侧的这两两中间 再拉回来 依然是右边最边上一根从下面过来 越过对面的 线的中间拉回来 左边最边上一根从下面过来 越过对面线的中间 拉回来重复 每次都是边上的这根线 绕到对面 越过对面线的中间 再拉回来 左右交替 这样一直编织 就是八股结的编织方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中途要离开停止编织的话 我们一定用夹子固定住一端 以免这个绳子散乱 八根绳子如果打散的话 再回来重新编织的话 很难找到起头的位置 这一段编7厘米就可以了 捏住这个位置 这个绳子我们挑出两根金线 放在两侧 中间绳子不动 用两侧的金线编包新金刚结 我们为了区分开 用夹子把结尾的部分夹住 下侧的这个线绕一圈 这样绕过来 绕到所有绳子的后面 捏住 这个样子 另外这根绳子 用这个手加一下绕这个手指一圈 从这个位置上来 穿到上面的这个圈里来 捏住 拉拽这个绳子 收紧线圈 好了 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们换手捏住这个位置 朝上翻转 翻转过来看一下 上面形成了一个圈 然后我们 朝上的这根绳子 这样绕手指一圈 从这个位置下来 然后穿到这个圈里来 穿过来之后 往后这样排线放在这 收紧 拉拽这根绳子 收紧这个线圈 好了 第一个结就完成了 依然是这样翻转过来 朝上的这根绳子 绕手指一圈 绕过来穿到上面的这个圈里 往后排 捏住收紧这个绳子 转过来 这个绳子绕手指一圈 穿到这个线圈里来 捏住收紧 再转过来 这个绳子绕手指一圈 穿到这个圈里来 收紧 一共是三粒金刚结哈 然后收紧 金刚结部分完成 重新固定好 然后绳子分组 左边是两组颜色 右边是两组颜色 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四根线编四股结 蓝色的绳子 最边上的这个 蓝色的绳子 从下面过来 越过对面的这两组绳子的之间 拉回来 蓝色的绳子最边上的这一根 从下面过来 越过对面两根 两组绳子再拉回来 依次 右边开始 边上的绳子从下面过来 越过对面两组绳子之间 拉回来 左边绳子从下面过来 从中间拉回来 右边 这样交替编织 每次都是边上的这根绳子 从下面过来 越过对面两组绳子之间 再拉回来 左右交替 一直编织 就是四股结的编织方法 对面的编织 这段四股结的编织长度 编织18厘米结即可 也就是从金刚结到结尾的部分 长18厘米 先用夹子固定住放在一边 拿出刚才没有用完的 这个金色的细线 开头这样折弯一下 折弯的这一段 大概10厘米左右 然后捏住 捏住的这一段 大概2厘米左右 在这个位置绕线 我们把它拿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绕线 把它放上 然后长的这一段 依然是固定住 旋转 每旋转一小段 我们往后推一下 这样拉拽推紧 绕线大概1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剪去线 把开头的这个折弯圈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把剪断的这一头的线 穿到这个折弯圈里 穿进来之后 拉出来这一头 收紧折弯圈 把它拉进来 开始剪线头 先剪这一侧的线头 剪去之后 打火机迅速靠近烧一下按压 这边迅速靠近按压 开始处理这些线头 我们剪去所有的线 剪的时候依然是留一小段小线头 剪断这个样子 打火机靠近迅速烧一下 这样按压一下 搓一下再靠近烤一下 不要点燃它 靠近把它烤融化之后 我们这样边旋转 边这样搓一下 这个线头按压 多烤几次没关系 但一次不要烧得久 好了线头烧好 这个地方是很结实的 主绳部分基本就完成了 假如我们中间需要穿珠子 在这个时候开始穿 比如我有一个大孔的珠子 这个珠子孔一定不要小于4毫米 小于4毫米是穿不进去的 穿起来之后我们再编 剩下的部分 那如果我没有珠子的话 我们就拿下来 直接这样编这个束绳就可以 束绳也是很好看的 最后拿出这扎绳子 打开之后是三根绳子 可以看一下这个材质的不是骨线的 这个是最长的 然后还有两根骨线材质的是一样长的 一根金色 一根蓝色 我们拿出最长的这根玉线 这样 绕一圈捏住重叠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拿出这个金色的绳子 放在这个的左边 然后这个材质的绳子 蓝色的放在右边 我们用这两根绳子 绕中间的这部分边 平结固定住 固定好了之后 我们开始编织 金色的绳子从下方过来 压住左边的蓝色绳子 然后蓝色的绳子从上面过来 穿紧金色的绳子 慢慢收紧 金色的绳子从下方过来 压住左边右边的这个绳子 然后蓝色的绳子 到对面来穿紧对面的 折完圈第一个平结就打好了 慢慢收紧 然后我们继续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段平结的长度 大概编两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 开始剪线头 我们把 这两根骨线剪去 这两根骨线剪去 开始剪这头 剪去之后用打火机迅速靠近按压 不要把它点燃 金色的绳子易燃 我们迅速靠近按压即可 烧好线头 中间的这个绳子是可以抽动的 我们左右拉拽把它抽 小一些 形成这样一个小圈 拿出刚刚编好的这个绳子 把它套进去 这样穿进来 穿进来之后 再把这一头穿到这个开头的圈里 然后再拉回 拉回这就是重叠的这个部分 把这个线圈套在这个重叠的这个部分 看一下套在这里 我们捏住这个位置 拉动绳子 收紧 然后剪去多余的线 然后剪去多余的线 烧一下线头 这个平结线圈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手绳也可以通过这个平结线圈 左右抽拉 来调节它的这个长度 这款手绳就全部编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